接下来我们的这位重逢委托人 名字叫做豆豆 听名字像一个可爱的小孩 但其实他是一个纯爷们 特别拼 那我们接下来先通过视频 来了解一下这位爱拼的男青年 林豆豆 我叫林豆豆 今年26岁 来自吉林辽远 白天我是一家自助餐厅的经理 负责餐厅的运营规划 保证餐厅的正常营业 晚上我脱下西服 说明坐在镜头前的百变直播 我从不虚度每一天每一秒 除了八个小时的睡眠时间 我都是在工作 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月薪两万家 很多人都说我太贫了 超出一个二十多岁年纪的成熟 因为我不想再失去 不想再一无所有 所以好久不见 我来了 欢迎这位帅气男青年 林豆豆 有请 主持人好 老婆好 你好 这边请坐 请坐 我们洋东北的小伙子是不是很帅 非常帅 而且这种阳光 是在刚一当中的 我刚刚看视频里 你说你不想再失去 不想再一无所有 这个是什么意思 记得大概03年左右的时间 应该是狂欢夜上下 一场无情的大火 把我的家烧忘了 那一刻 什么都没有 当时是怎么找的火 你们怎么发现的呢 是在大概半夜12点左右的时间 就听见我里有声响 是什么东西发出的声响 当时不清楚 就像方便炮一样 而且声音特别特别的大 就是我爸爸 下这开灯的一刹那以后 灯随即就灭了 灭了以后就感觉 上面好像有火光 应该是着火了 当时我妈妈 给我拽了一条棉空 抱着我就往处走 然后我父亲也跟着就出来了 平房都是一家一家 出去的时候 看见外边已经有很多人了 其实有很多人 其他家都已经着了 很大很大的火了 整片房子全都着火了 对 一片一片的房子都少 然后我爸爸 就准备往处走的时候 房子一下就落下 就这样我们一家三口 我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家 一点被烧过 你看一场大火把一个家都烧没了 不仅仅是心痛 而且是阴影 那么这种阴影 有时候你是一辈子都走不出来的 但我非常奇怪的是 豆豆今天坐在我们面前 你既阳光又有健康 你的精神状态 你的生活状态 我是可以感受得到的 你是怎么从当时 这么一场大火的阴影当中 走出来的呢 因为我当时遇到了一个 姐姐 她叫蛋子 她就是你今天来想见的人 是吗 对 那我们先来看下一段视频 一场无情的大火 让我没了家 妈妈和爸爸只能带着我 暂时住到三公里外的二姨家 也正是在这里 让我认识了这辈子第一个 也是唯一喜欢的女人 蛋蛋 那年我十岁 蛋蛋十五岁 她是我二姨家邻居的女儿 妈妈为了早日 把这个家重新组建起来 两人去外地打工 蛋蛋知道我的情况后 就一直默默地照顾我 她每天等我一起上学 一起放学 就这样照顾了我四年 直到我经历了人生的第二个意外 我家找我以后 大概四年左右的时间 我家里又遭遇了一天 让我这辈子都 不想接受的事实 就是因为父母外出工作 想快点把这个家组建起来 然后他们因为感觉不合理 然后单单那个时候 每天都陪伴着我 每天都陪伴着我 当时我也特别特别的小 然后总是喜欢跟我开玩笑 因为已经混熟悉了 然后他就说 他说你怎么这么小啊 长的呀 从那一刻起 他就说 那我以后就管你叫小豆豆吧 就这样豆豆豆豆豆豆豆 就这么一直叫了 一直我也不想去改变 因为我觉得 他对我人生中 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吧 算是 也算是一个引导 小时候的火灾 后来父母的离婚 这个单单姐姐 他就一直在你身边 他陪着我五年的时间吧 大概 其实我这个人 我比较喜欢吃面条 然后他那个时候 已经不上学了 就是我还在上学 因为他都二十多岁了嘛 其实接触的时间 一般都是 他下班或者是周末的时间 然后经常沟通的时候 他就会说 因为他比较惦记我 就说你来呀 我跟你做点面条吃 就每天都是换这样的 去我做 各种各样的面条 做给我吃 然后辅导我学习 那真的是像亲姐姐一样了 我觉得这个单单姐姐 就是你在你生命中 出现的天使 在你两次遭遇人生 重大挫折的时候 他都出现了都陪在你身边 而且我觉得一个男孩 十四岁 遭遇了家庭的变故 这时候很容易学坏的 而且那个时候 刚刚是判女期 我难以想象 如果没有这个单单姐的话 你那一段怎么过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 一开始视频里 你说了 你说她是你唯一 喜欢过的女人 因为那个时候很小 她对我那么好 父母又不在身边 我觉得她就是我喜欢的人 你觉得是对姐姐的那种 还是真的是对异性的那种呢 比方说如果她有男朋友了 她跟其他的男生在一起 你会感觉到妒忌吗 我十九岁那年吧 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知道她有男朋友了 当时听到以后 心里特别特别不是滋味 特别特别损 就有一种吃醋的感觉 我就觉得我可能 可能是喜欢她了 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大了 她叫我去她家吃饭 每次去吧 几乎都是做点面条什么 因为知道我喜欢吃面条 那回去了以后 做了一桌菜 我当时还很不理解 我说怎么 做这么多好吃的 我就问她 我说你今天什么日子 怎么弄了这么多好吃的 她当时就是 很敷衍的跟我说 没什么就随便做几个小菜 心里也在饭底 我说怎么回事啊 但是也想不通 想不通以后 我在那 在她家坐了不一会儿 这个男人就来了 当时不到是她男朋友 我还以为可能是 家里来客人了 做点菜 我也没多想 但是一进入以后 那个 当她给我介绍完以后 我就脑袋嗡一下 我说完了 我说这个是她男朋友 就整个吃饭那过程中 我都不知道 我这个饭是怎么吃下去的 心里特别特别不滋味 然后她男朋友 还给她买了礼物 什么礼物啊 买了一个包和一束花 当时的时候 度火中烧 我看到这个包我就觉得 哎呦我这么来气呢 真的特别特别不爽当时 豆豆 你当时称呼丹丹是怎么称呼她的 称呼她为姐姐 一直叫姐姐 对 所以丹丹应该从来 我觉得都不知道 弟弟对她还有这样子的感觉 对 路遥老师的判断一定是准确的 但是我觉得其实对于小孩子来说 在青春期的时候 喜欢上小哥哥小姐姐 是一种很正常的 而且特别是对她来说 两次在人生中最关键的时期 这个姐姐都对她伸出了援助之手 所以这个时候 她对她有好感是很正常的 豆豆那个时候 那份情感更多的是依赖 是对这个 丹丹对她的照顾的一份依赖 但问题是 出现这一幕以后 已经打碎了她那种依赖 对 她内心突然萌发 我对这个姐姐是有爱的 我是喜欢她的 但是我又没有这样的能力 我又没有这样的一种可能 去向一个姐姐表达 她还是一个小孩 还是一个学生 所以我真心担心 这样的一种暗恋 会出现一些后遗症 对于林豆豆来说 那个时候姐姐 她又像恩人 又像亲人 然后又有那么一点初恋的影子 所以她心中是一个 比较复杂的形象 对 所以我们接下来先看下一段视频 再来了解一下 他们之间的情况 自从丹丹出了男朋友 我就开始不好好念书 叛逆 想方设法来引起她的注意 我觉得是这个男人 抢走了我的担 他不再属于我一个人 所以之后 你在看到丹丹姐姐 有男朋友了之后 你是有过那种 不好的情绪 当时属于青春期嘛 你把心里比较强 就觉得 自己上学这么了钱 也不能给丹丹这些东西嘛 一生气 关掉手机 退了学以后 我就跑去天津大工了 你就是因为这件事情 而退学的吗 对 那丹丹他知道吗 他不清楚 他不知道你想退学的原因 我关掉手机以后就走了 你不但退学 你还把手机关了 也就是说他和你是联系不上了 对 在那边大概待了一半 一年半两年左右的时间 我挣了一点钱 才想着把自己的手机 以前本地这个卡 打开看一看 但是打开的那个时候 我就在懵了 他给我发了很多信息 他信息里跟你说什么了 就是一些关系的话 都是说你在哪儿你去哪儿了 怎么找不到你了 就是反正全部都是惦记 去关心的话 你回复他了吗 没有回复 为什么 我当时觉得 我应该去面对他 我也赚到钱了 我决定要回家去找他 但是回到家里以后 我没有找到他 没有找到他 他去哪儿了呢 他是 我一家前面邻居的养屋 养 他是一个养女 就是跟我说 他跟他的亲人父母 去了一个新的城市 有了一个新的生活 不要再打扰他了 当时有打听到 听说他父母 是因为犯罪 发了诈骗罪 而且特别特别严重 是在入狱之前 把丹丹脱不给这家 这事我都是后指导 之前都不清楚 以前他从来没有说过 从来都没有对我讲过这件事 所以丹丹他小时候 也是有一段 特别坎坷的童年经历 所以也许他看到你的时候 他有点同病相连 他特别理解 这个男孩在这个时候 需要别人的关注 需要别人的关怀 所以他对他 伸出了援助之手 他虽然是个女孩 我现在突然感觉到 他比你还惨 他比你更需要 别人呵护和关爱 但是他和你的交往过程当中 从来没告诉 他这么痛苦 他自己这么需要关爱 但是他依然 以一个姐姐的身份 去关爱你 关心你 呵护你 帮助你 这个女生 非常了不起 对 很善良 是特别坚强 特别阳光的 然后之后就再打听 不到他的任何消息了吗 所有所有的一切都变了 谁也联系不到 完全联系不出来 就跟他非常好的同学 都联系不到的 所以今天假如能见到他 你会想跟他第一次去表白 你的这种心迹吗 我觉得我现在有能力 站在这儿对他表白了 我能给他一个他想要的生活 我想对他说我喜欢他 逗逗他之前那么喜欢单单 但是从来没有一个出口 没有一个机会能表达 我相信不管今天结局怎么样 对他来说都是一件好事 从今天起 他可以重新开始 来了 我能给他一个他想要的什么 我想对他说我喜欢他 你给我一颗种子 让我许愿你会回来 用力握住你的手 做你微笑的天使 当大花会盛开 欢迎单单 欢迎单单来到现场 刚刚看你们俩 姐弟俩又见面了 好像有很多话想说 又好像一直不知道 同何谈起 那我想先问一个问题 你现在结婚了吗 有对象吗 我结婚了 我结婚了 你结婚了 有孩子了吗 我儿子三岁 已经当妈妈了 是的 对的 嗯 杜杜是一个很坚强的人 但是今天看到单单从门后出来的时候 我看她现在流下了眼泪 有想过姐姐结婚 比起都酸着醉 反正还是舒服 我姐姐过得好了 也不知道姐夫对你什么样 姐夫对我挺好的 挺好的 今天要来了 她看到这个视频 她不会吃醋吧 不会不会 来的时候还告诉我了 把她在家去喝一杯 见一见当年让我操了不照新的弟弟 过得好就行了 如果说有一天 姐夫要是欺负你 你一定要告诉我 我跟你说 我不会让她欺负你 我也相信 豆豆是做得到的 豆豆你不能怪姐姐 她三十一岁 她从来不知道 你内心对她的这一种爱 单单你当时感受到 明白无误的知道 弟弟爱你 男女方面 从来没有 我没感觉到 当时第一次见豆豆的时候 那天的天气特别冷 然后她穿了一双很薄的鞋 鞋还在漏洞 就是出于姐弟之间的怜悯吧 就挺可怜她的 所以你看 对她是一种怜悯 好 好